假设你发现了一个魔法金币 它每25年都会翻一翻 75年后你只会有8枚金币 但是1000年后 你的财富会超过1万亿 只需要4600年 你的金币就会超过可观宇宙 这种周期性翻倍是指数增长的一个例子 虽然我们现实中没有发现哪种魔音币 有这种神奇而迷人的危险性 但在过去的200年里 有一样几乎同样重要的东西 在爆发式的增长 全球经济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经济的持续增长 对于维护人类生活的持续改善是必要的 如果全球经济停止增长的话 人们就会为现有的价值固定价值争斗 而不是去创造新的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 对于有限的星球资源来说 无限的经济增长可能实现吗 我们通过追踪国家或世界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总额 来衡量经济增长 这些产品可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 也能提高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水平 关键在于 发明、建造 甚至是维持现状都消耗资源 例如智能手机 它的部分价值来源于 它所含的铝、价和硅 而这些则需要对能源和资源进行开采和提纯 然后才能制成手机 它还因所有投入设计硬件和编写软件的人力而有价值 当然它的价值还体现在一个穿着黑色高领毛衣的人在舞台上对你说 它是多么有价值 那么我们该如何增加所有事物的总金融价值呢? 一种方式是制造更多的东西 另一种方式是发明新的东西 无论你怎么做 经济增长都需要资源和能源的支持 最终我们会把它们消耗殆尽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考虑一下经济所需的原料都有什么 而经济又生产了什么 它需要劳力、资本、或者说钱 以及自然资源,比如水或者能源 然后它产生了价值 在过去200年里 经济体在创造价值方面的效率称指数级提高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物种 能够不断地发展我们的经济 并使其产生更多的效益的话 理论上来说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 或者再野心勃勃一点 用更少的资源 创造更多的价值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怎样提高效率呢? 用新科技 这就是问题所在 新技术除了能提高效率外 还会产生新的需求 然后最终会消耗更多的资源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面临耗尽 大部分资源的紧迫危险 但我们有一个更大且更紧迫的问题 全球经济 特别是富裕国家的经济 正在推动气候变化 破坏我们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宝贵环境 土壤、森林、渔业和无数其他 帮助维持我们文明运转的资源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在争论的东西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新思想将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他们认为 对于能源的成倍增长的使用 也极大程度上促进的增长 人类的创造力也成倍增长 并将以我们无法预测的方式 应对这些挑战 举个例子 2000年至2014年 德国的GDP增长了16% 同时也减少了12%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令人印象深刻 但它的减排速度仍不足矣 将气温上涨限定在1.5摄氏度以内 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彻底改变 我们现存的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耗 他们认为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 摆脱对增长的依赖 并转向后增长经济 那会是怎样的呢 后增长经济不会以 经济一定会增长为前提 相反 它需要我们专注于改善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比如可再生能源 医疗保健和公共交通 为了做到这一点 后增长经济学家建议富裕国家 应该采取措施 比如保障最低生活工资 促进财富和收入平等 并确保普及医疗等公共服务 在这样的经济运转下 理论上来说 人们将不再那么依赖工作来谋生 获来获得医疗服务 因此减少被认为不那么必要的产品的生产 会变得更加更可行 但这引发了其他问题 谁来定义什么是必要的呢 我们怎样才能解决不可避免的分歧呢 我们能够从所有的行业中脱离出来吗 我们会有新的方针来解决现有问题的法案 看起来就像那枚魔法金币一样的不现实 而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经济的提议 在政治上似乎令人望而却步 尤其是在富裕国家 无论如何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既能造福所有人 又能保护我们的地球的方法 TED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 几乎很多的人 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 通过向我们的Patreon捐款 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影历使命 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